天气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关心 在未来一个星期以内 台湾的气温很可能一下子从夏天到冬天 中央气象局表示呢 在今天有微弱的封面的影响通过 那么在北台湾会有零星的降雨 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六 各地都是晴壤炎热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就在礼拜六 到时候随着封面 还有大陆冷气团南下的关心 在嘉义以北呢会转为冷天气 沿海空旷地区在下周一 会有机会下探11度的低温 而且金马地区会更冷了 将会出现7到15度 那么各地冷得像冬天一样 玉山和欢山还有机会会出现三月雪